哈喽大家,我是大喵 我现在在厦门的古浪雨间 带大家去吃一点厦门古浪雨的特色美食 OK, let's go 那古浪雨上面的小吃 其实都集中在这个龙头路上面 第一家我们要吃是当地特别有名的一家海利间 叫古浪雨老人海利间 老板,我要一份 老板 你做了多久了 你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十年了 十年了 我们试一下这家老爷爷的海利间 老板 外面的海利给的超多 然后中间的话 那种本质有点糯糯的外面是一圈鸡蛋 很好吃 跟我以前吃的不太一样 我感觉 我以前吃的海利间比较油一点 特别爱现在 第二家我们去吃老网红张三丰奶茶铺 很好,一杯这个猫饰 来吃一下他们家的猫饰奶茶 它里面是这个红茶牛奶加燕麦和葡萄干 它的这个小肉很特别 一般性是蒸菇嘛 吃个菜 奶茶也很丝滑 下面的燕麦 还有这个 葡萄干也蛮好吃的 喝完奶茶 我们去试一下藏在角落里的阿婆春卷 阿婆要一个春卷 八块是吧 好,谢谢 里面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好几种 喝起来就搬到里面吃 好的好的 这个非常长口 你们这边吃的是吧 对 春年过节 春节可以 我们也吃春卷 但我们是吃炸的 我们不炸的 你不炸 如果你这边看到清点 我炸的就是外地 就外地的 做生 好的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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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你刚刚问了一下阿婆 然后这个里面有 卷心菜 豆干 胡萝卜 嗯 还有什么 海苔 对 很多很丰富的馅料 吃完春卷 我们去逛一下当地的农贸市场 看看有什么好吃新鲜的水果 打一个吧 好 你帮我削一下 这个是26块钱 哇 这个这个挺大的 对 对 对 我刚刚去那个农贸市场逗了一下 买了一个这个大橘子 真的超级大超级大 我全头的橘子 然后老板极力推荐的大世家 我们试一下 它又是冰淇淋的口感 吃一下这个 试一下这个 世家 嗯 这个好好吃 很甜很甜 但有点点酸的味道 就是不会特别腻 嗯 好吃 这个世家 老板说是台湾 这么大一个 嗯 这个橘子不是很甜的那种 有点点酸的味道 嗯 汁水很甜 嗯 走之前我们试一下 这家特别有名的龙头鱼碗店 他们家的每一个鱼碗 都是手工现打现包的 我们下来试一下 这家我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鱼碗 龙头鱼碗 它其实是鲨鱼碗 第一次吃鲨鱼碗 尝一下 哇 它里面是包着猪肉馅的 那外面特别的Q彩 嗯 好好吃 好Q外面好Q 那到这里我的骨浪与美食之旅 也告一段落 大家觉得当地的小吃好吃不好吃 评论区告诉我 好Q